今日任务已生成,请宿主随机挑选一位美女,为其花掉一个亿 花钱啊,这事我擅长 喂,诗诗,我们逛街去吧 诗诗,去这家看看吧 天鱼,这家店有点贵,要不我们还是换一家吧 嘿嘿,贵就对了,快走吧 诗诗,你喜欢这款包包吗 帅哥,您可真有眼光啊,这是LW的最新款,一共有七种颜色 是采用天然鳄鱼皮经过精细加工而成的,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 23万一个,如果你们需要可以给你们打95折 23万,天鱼,要不我们再看看别的吧 买不起就别来吗,这里压根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张仪,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可是这里尊贵的VIP,出现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 倒是你,应该从没来过LW这么高档的场所吧 亲爱的,别跟他瞎扯了,买个包包还那么费劲 一看就是穷酸样,你看中哪个包包了,我给你买 当然是最贵的鳄鱼皮系列了,我要那个红色的 美女,这款包包23万哦 才23万啊,跟我家那些几百万的限量款包包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怎么样诗诗,是不是很羡慕我 这可是你一辈子都不见得买得起的名牌包包 服务员,这包包七种颜色,我们各要一个,送货上门 圣语你疯了吗,一下子买七个,就是准备回去开店啊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那就索性七种颜色都买了呗 正好一天一个换着呗,哼,看把你们能耐的,谁买不起四的 亲爱的,我们也要买七个 这七个有点多了吧 不行,必须七个 曾经在学校这个诗诗处处都压我一头 今天我必须扬眉吐气一番 得得得,七个就七个 服务员,我也要七个,同样是送货上门 好嘞好嘞,马上为二位办理 嘿嘿,一下卖出十四个限量包包,爽歪歪啊 试试走吧,我们去下一家,今天我要给你买下整条街的宝贝 亲爱的,我们也去买买买,今天要把整条街的东西都买一遍 好吧 服务员,你们这里最贵的衣服在哪里 哇,来大单子了,不过这家伙不是个外卖员嘛 现在的外卖员都这么有钱了 先生这边请,这边全是最新款 价格自然也是最贵的哦 单价都在十万以上 才十万啊,这几件我全要了 老板,这几款太便宜了,有没有王榨款,比如超过百万的 有是有,但价格有点贵 平时我们店都只当成艺术品供着观赏 没曾想着要卖,我可要先拿出来给您看看 你要是真想买,我就联系一下我们总部试试 行 哇,好漂亮 老板,这裙子多少钱 这裙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红蚕丝合成的布料 材质柔软无比,穿在身上都暖夏凉舒坦至极 同时因为材质特殊,可适合人群很广 从身高一米六到一米八都能试穿 并外,裙子上还下了三十六颗小钻石 总价值为九百万 亲爱的,我想要 这个,我卡丽可正好只剩下九百万 要是买了,这个月就成裙光弹了 老板,给我包起来吧 等等,如果我没记错 这裙子是我要求拿出来的 要买也是我先买吧 可这裙子明明是我先提出要买的 既然如此,那要不把这裙子改成竞拍销售模式吧 价高者得,怎么样 对对对,这样比较公平 美女您觉得呢,没问题 谁怕谁 好,既然如此,那大家也来做个公正 钻石裙起拍价九百万 每次增价最少十万 现在开始,九百一十万 一千万 张仪啊,我觉得吧 这裙子虽然好看,但是不太适合你 要不我们看看其他款 买个十件八件都没问题 现在买的不是东西,而是面子 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买下 一千零一十万 一千一百万 一千二百万 张仪,实话告诉你吧 我卡里就剩九百万了 你要是有钱就尽管喊 我不阻拦 什么,你堂堂一个周家少爷 卡里就一千万 你怎么这么穷 你还好意思说 你只是说出来逛街 谁知道戴上一千万都不够你造的 既然这位小姐这么喜欢这件裙子 那就让给她吧 这裙子我不要了 看见没 那小子就是故意把你往火坑里戴的 现在好了吧 一千二百万 怎么付账 东西都已经拍下了 你就不能想办法 跟朋友再借个三四百万不就行了吗 跟我急什么 什么 把我一千万花完不算 还得我屈身去跟朋友借钱 你自己搞定吧 数不奉陪 周冰你给我站住 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 我就跟你分手 分手就分手 谁稀罕你这败家女 有人 你 你回来 美女 那是不是应该付一下账再走 我 行了 她连钱包都没带 怎么可能买得起 还是我来买吧 按我刚刚最后的罕价 一千一百万来买单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试试 把那几件裙子也都试一下吧 如果合适就一起买了 还买 不用担心 一千多万的都买了 还在意这点小钱 那好吧 试试 我觉得你还缺一套首饰和一块明表 走吧 我们继续逛 还要买啊 当然了 我一个亿还没花完呢 一个亿可算是花完了 系统 这次有什么奖励 恭喜宿主为实施消费一个亿 获得十倍返还奖励十亿元 奖励恢复曾经百分之一的资产 此次恢复企鹅集团股权 四海游龙股权 以及香奈女全部股权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